谭贝利挑战2米36 有了 惊险刺激的田径式竞赛 男子跳高决赛于昨晚落下帷幕 令人瞩目的是意大利名将谭贝利 以2米36的超高成绩夺得冠军 为意大利队获得了宝贵的荣誉 这是一场备受期待的对决 意大利名将吉安马可·坦贝利 和卡塔尔名将乌塔茨·艾萨·巴尔西姆 在东京奥运会上 以2米37并列获得金牌 创造了历史 他们在本次田径式竞赛上再一次相遇 引发了无数观众的关注 两人都顺利地过了2米18 2米24 2米28和2米31的高度 没有任何失误 当肝高升到2米33时 巴尔西姆在第一次尝试中 成功越过 而坦贝利则失败了一次 这时候美国选手朱瓦尼·哈里森 也加入了争夺金牌的行列 他在第二次尝试中 清除了2米33的高度 坦贝利在第三次尝试中 也成功地越过了2米33 保住了自己的机会 当肝高升到2米36时 巴尔西姆在第一次尝试中失败了 而坦贝利则在第一次尝试中成功越过 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和本届田津市竞赛的最好成绩 这时候坦贝利已经占据了优势 而巴尔西姆和哈里森则面临着压力 巴尔西姆在第二次尝试中 也成功地越过了2米36 与坦贝利再次并列 哈里森则在第二次尝试中失败了 决定放弃最后一次尝试 直接挑战2米39的高度 当肝高升到2米39时 坦贝利、巴尔西姆和哈里森都没有成功越过 坦贝利和巴尔西姆都决定放弃最后一次尝试 直接挑战2米41的高度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因为2米41是男子跳高的世界纪录 由古巴名将萨托马约尔以1993年创造 如果有人能够越过这个高度 将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位 跳过2米40的男子跳高选手 并且打破了30年的世界纪录 然而 这个高度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极其困难的 坦贝利和巴尔西姆都没有成功越过 最终 坦贝利凭借更少的失误次数 获得了男子跳高的金牌 巴尔西姆获得了银牌 哈里森获得了铜牌 这是一场精彩的跳高对决 两位金牌得主再次展现了他们的实力和友谊 中国的冯冰以68.20米的成绩 成功获得了女子铁饼决赛的铜牌 也是中国田径队在这届市井赛中的首枚奖牌 并且在他最后一投的时候投出了68.20米 成功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记录 美国的奥尔曼获得了一枚银牌 他的成绩是69.23米 荷兰的陶萨家则是以69.49米的优秀成绩 成功的获得了女子铁饼的金牌 所以我们下期待